师父您休息又休息 有一个师兄他做了个梦 您听一听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无需年2月16日 山夜我在梦中玩得 战战残香 香气浓郁 法虎法号不绝于耳 我见观音菩萨一身白衣 手持静情 头顶涌动 百宝莲花 善才龙女 戴笠两边 福大开示道 不乏起来 我起床跪了下来 福大开示道 夜翻善恶 本随人 莫学挟持众苦音 若坐三途颠倒去 难闻正法 永辰轮 末世时代 众生痴迷 荒淫酒色 醉心红尘 我大弟子卢君红 智者说实话 得我末世说 白化佛法 视为人间正法 白化佛法 见为人庄严 能视菩萨道 度尽众生 今有人言 白化佛法 知何经典 护法 你传遇众生 白化佛法 出处不可尽 来自临山瞻 也能消业障 也能持正念 一切法众圣 一切法众圣 说此是功德 能生大乐果 智者舍妄语 必见人皆舍 善男子 善女人呀 你们若坐纯黑夜 得纯黑一熟 若坐纯白夜 得纯白一熟 你们当修纯白夜 莫修纯黑夜 我心灵法门 就是纯白夜呀 菩萨开始完 亚云而去 我一经计 时间是凌晨五点二十 这个我已经验证过了 是菩萨 是观世音菩萨 是菩萨说的 菩萨真的 全部都是菩萨 观世音菩萨说的 你们以后记住了 凡是观世音菩萨 下来讲话 不会大白话的 如果有的人经常说 我梦见观世音菩萨 说什么话 你听好了 如果全部都是大白话 这个一定不是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讲话 就是像这样讲的 他就是有文言文在里边的 而且非常的含蓄 非常含蓄 他就是半完言半白话 对啊 对啊 这个才是菩萨讲的 观世音菩萨讲的 我可以告诉你 观世音菩萨现在非常担忧人间 对不对啊 非常担忧人间 他很心疼现在 这个我们学播的人 因为学播的人 因为凡是学播的人 反而被社会上的人看成怪人 对 那些五一六成的人 他们犯成正常人 举个简单例子 你在澳大利亚 你现在说反对同性恋的都不敢讲 因为一讲大家都攻击你 大家都说你神经病 对不对啊 大家你要说我支持同性恋的 哦你好啊兄弟啊什么什么 这个社会现在已经是人我颠倒 人文颠倒 然后这个世界已经是颠倒黑白 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丑 什么叫叫男为情啊 两个男的抱在一起 在马路上这么轻嘴 你说你 你说你生在澳大利亚 你怎么能够忍受这些东西 你告诉我 明白明白 师傅就像我们吃路 学佛的吃路 人家说哎呀你看 哎呀直接是傻 对啊你这么夫妻都不懂啊 所以菩萨心疼我们 我们学佛的人很辛苦啊 我们现在要孝顺 人家都要孝你啊 哎呀孝顺什么啊 对对 明白明白 对不对啊 师傅 明白师傅 您开始一下 他这个我们这个有一句话不理解 他说白话佛法出处不可进 来自灵山珍 这个珍是 珍宝呀 灵山珍宝 你没看这两天博客上啊 好几个人就是 多少年的病 还有很多事情解决不了人间 他把白话佛法一念 好了 读了五百遍 读了五百遍之后 你看毛病没了 好了 放在边上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 怎么没有能量 他是灵山珍宝啊 灵山还不知道 灵山有多少 大菩萨 大佛啊 灵山大佛啊 这还不懂啊 就懂了 懂了懂了 懂了 嗯 师傅 他说也能消业障 也能持正念 这个消业障 是消我们的 这种业障 是消哪方面的业障呢 还是 消业障 就是消你人间 所有的业障 都能消 我跟你说 你捧一笨 你捧一笨白话佛法 好好念念 你看看你消不消业障 很多人拼命念经 也消不了的 这还不懂啊 哎呦 太好了 太好了 师傅 来话做 因为你 因为你 当然是饱了 你一念你就开悟了 开通了 你不就再进一步了吗 怎么不消业啊 明白了 接下师傅的词比开始 师傅 他这句话 一切法中胜 法中胜 就是胜利的胜 说此是 说此是功德 能生大乐果 智者舍望于 逆见 逆见 人间舍 啥意思 是什么 真实话 你只能一句句 跟我讲 啥意思 我看你是真不懂 我就是真不懂 一切法中胜 法是佛法的法 中间的胜利的胜 你想想看 所有的法当中 一切 所有的法当中 最殊胜的 这还不懂啊 哦 说此是功德 说此是功德 对啊 你学心灵法 门就是学功德 就是做功德 嗯 好了 能生大乐果 乐是快乐的乐 你们跟师傅学博 快乐不快乐啦 快乐不快乐啦 你跟有些 有些法门学 你不一定像 跟心灵法门学 这么快乐吧 你看跟师傅学佛 把的人 每次开法位 笑得来 全然后合的 对对对 对不对啊 跟弥勒佛一样啊 大乐果啊 这还不大乐啊 他就裹出来了 弥勒佛们就是 大乐果呀 明白明白 明白明白 那智者舍妄语 就是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 不讲妄语的 吹牛的人 全部没有智慧的 听懂了吗 明白 你今天看见这个人 还在吹牛 这个人有智慧吗 这个人就是个神经病 就是个傻瓜 以为骗别人 还能骗出 还能以为骗得到 即使骗来骗去骗自己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不要去 跟人家说谎话 明白明白 那师傅 他最后一句 地见人皆舍 地是一个 盐子旁 一个 见识见到的人 人人的人 皆是的兜兜的意思 这还不懂啊 你懂得人生的真谛了 每个人都懂得舍了 人生的真谛是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还不舍啊 关斯林菩萨的话 你们要懂的 不懂的话 这是啥懂懂啊 明白了 明白了 那师傅 菩萨说最后一句话 善男子善女人呀 你们若做纯黑夜 得纯黑一熟 若做纯白夜 得纯白一熟 你们当修纯白夜 莫修纯黑夜 我心灵法门 就是纯白夜呀 师傅你解释 解释这句话 这样不懂啊 业分善业和恶业呀 黑业们就称为恶业呀 白业们就称为善业呀 明白了 明白了吗 你解释就明白了 好 你们可以没师父的 没师父还学的好的 那师傅 就是这个 我最后问这个问题 就是做这个梦的同修啊 他梦到那个灵机菩萨说 你叫你卢君红师傅 封你为护法 他说必须是卢君红师傅封你 他说想着你封他为护法 师傅 好 封他为护法 还要仪式吗 还要红地毯吗 他说只要您一说 他就能做我了 那肯定的了 真的 我在法会上 我一说那个鬼就能超脱了 就跑了 在他身上这么多年都跑不了 就是这样的 没办法了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师傅谢谢您了 准备开始 师傅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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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